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恭喜看到鄭則士先生嫁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肥貓流浪記 我在那裡認識鄭則士 在電視上認識他 他做了很多年戲 演技相當好 我爸爸也說他演技好 我爸爸為什麼要帶出鄭則士 這個人說他演技好 其實就是想告訴我 演技好就不用英俊 他當年真的不是英俊 我覺得他可愛 他好像因為肥的關係 有些病痛 有糖尿病 是不是因為糖尿病而減產呢 我看到有些報道說澄清 但有些報道說他是 我也不知道他是還是不是 近年嫁女外父得來不易 為什麼呢 因為他身體一般的 拍到他在上水出入 白頭 還有他試過生意失敗 好像在上水開個藥房 如果沒有記錯就 另外因為錢和張偉健不和 張偉健和他有什麼恩怨 我也想知道 老前輩知道 我不知道 他慢慢說 麻煩你 大家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鄭德士 原來他近來很低調地的嫁女 他太太和他就榮升了做外父外母 另外想說一說他過往那些大起大跌的事業 曾經還試過欠債千萬 接近破產的邊緣 但是幸好他太太一路都不離不棄 另外現在年紀都大了 難免身體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鄭德士 近年其實是沒有以前那麼肥 今天會連他身體的情況 都會和大家一起說一下 其實Kengor鄭德士 原本嫁女沒有什麼通知外面 只不過他找了一位升級的證婚律師 那位律師就上了一張和Kengor的合照 大家才知道Kengor原來做外父 一不知不覺他的女兒都已經32歲了 當年鄭德士認識他年輕14年的太太林彥鳴 Kengor當時其實是在做導演的 而他太太演過的作品有《老夫出姦耳》 《獄中農》等等的電影 當時看上他太太因為覺得 在片場很多時候要搶才有 發覺他太太與世無爭 什麼都不搶 反而令到他有留意他 Kengor曾經沒有想過要結婚 但是遇到他太太之後 看法又不同了 他自己又喜歡小朋友 後來就跟他太太結婚 但是結婚之前也挺有趣的 他帶給他的兄弟看一看 因為Kengor身邊不少的兄弟結婚之後 就沒有了朋友 因為他太太不給來往 所以他把他太太帶給他的朋友 那些朋友喜不喜歡 或者他太太可不可以和他的朋友合得來 後來也沒有問題 才決定娶他太太 因為Kengor說他是一個非常之對朋友 覺得很重要的人 即是不可以沒有朋友的 他的生活裡面 之後他太太和他結婚之後 就完除退居幕後 專心上歡教旨 最後他和他太太生了一兒一女 Kengor說他的女兒其實是科大畢業 做Marketing方面的工作 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 他當年和他太太結婚的時候 他跟他太太說過他一定要和父母住 直至你八年歸老為止 Kengor還稱他太太生活很接見 他用名牌 還跟Kengor經歷了一些人生上的起起跌跌 有些不說不知 原來當年Kengor在TVB工作只有五年多 而Kengor入TVB其實是1974年 而第一次演出的劇集其實到了1976年 狂潮 當時在劇裡面做私家偵探 其實中段有一段時間他去了街藝電視做 但是後來電視台又倒閉了 所以1978年他又回到TVB了 直至1979年他第一次擔任主角 就是一套四眼神探 之後還有不同的劇集有演出 例如強人、流氓皇帝、聶英等等 當時他已經有些名氣 但月薪仍然只是4800元 但當年Kengor說 月薪4800元也不是一個問題 雖然當年他拍攝外面電影已經達到25萬一套電影 不過當時他就想跟公司說 可以讓他選擇角色怎樣演出 錢是否不夠多也不重要 誰知當時高層就不讓他這樣做 所以後來他跌倒心水 完全在電影那邊發展 電影發展初期也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做 例如在1980年他自編自導自演一套叫《失婚老爸》 成績也挺好的 而鄭則時他人生有一套電影對他很重要 那套就是1985年他自編自導自演的《何必有我》 因為裏面他演了一名智障的《肥貓》 當年還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第五屆最佳男主角 之後有關《肥貓》這個角色 還延續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劇集或者電影 但最初原來不是打算找他演的 其實是當時的《王八明》 就是一套電影 其實本來是找鄭文雅做義工 當時有關對一些老人家的問題 不過跟鄭則時談過一剎 鄭則時說 不如把角色不要讓老人家改為智障吧 因為他覺得在智障人士可以介乎在 嚴肅的劇集和當中有些少料 整件事在當時來說可以比較商業一點 加上鄭則時就再自戰自己可以演主角的角色 黃八明說也OK 直接被鄭則時去搞 這套電影當年非常成功 老實說鄭則時的身形是比較肥胖的 所以很多時在電影之中他都不是經常擔當主角 但因為他演出征戰 又夠火候 所以很多時 很多不同的電影都很喜歡找他過來演出 但對他人生最大轉變就是在90年的時候 他自己搞了電影公司 完全體驗了什麼叫人情懶戀 我自己也有說 當年搞這間電影公司 因為他不太懂得做發行 一搞不定發行那些事情 原來就有很多問題出現 當時他們搞這間電影公司 發行搞不定之下 搞到他虧了1700萬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是唯一股東的 所以當時他只不過是欠債800萬 但後來還了1100萬 那時為什麼他想搞這間電影公司呢 因為他剛結完婚 又有一個女兒 希望可以賺多點錢 靠這間公司 誰知道人數不如天算 其實那時身邊有些人跟他說 這間公司是有限公司來的 不如收拾他就算吧 但是鄭德士又不想獻人錢 搞到他好像一輩子在EHON抬不起頭 所以當時他想盡方法 怎樣都要去 還還一些錢給人 那段時間他簡直是在EHON找他拍戲 希望可以預支薪金給他 Kent哥當時還說 哎 他是失敗的男人 為什麼呢 當時因為有兩個女人支持他 除了他太太之外還有他媽媽 他媽媽當時還鼓勵他 不要緊啦 最初大家都是窮 因為家裡本身也是窮 現在最多是打回原型 當時還是因為這樣 一家六口原本由豪宅 要搬去幾百呎的單位 但這件事裡面更體驗到一些人情懶戀 原因是因為當年 Kent哥就簽了張偉健 為他公司的藝人 當時因為周轉的問題 其實張偉健原本有一塊錢 就二百三十萬 入了他公司的 因為他每天拍戲 花錢花得很厲害 當時他其實是用了張偉健這塊錢的 也有私底下跟張偉健說 其實他已經用了這塊錢 如果有什麼東西他真的很需要這塊錢 叫張偉健 預早一個月通知他會想辦法 籌回這塊錢回來的 Kent哥還記得當時是星期日跟他說 怎麼知道到星期三了 張偉健竟然通知記者說 給傳媒聽 他要跟Kent哥解約 當時還找律師跟他說要怎樣解約還錢 Kent哥當時覺得 那塊錢真的是張偉健 他應該要給他 但當時已經預先通知了他 不是不給他 是遲些 或者是早點通知他去籌回來 誰知道張偉健真的要他馬上去 還回所有的錢出來 而當時Kent哥怎樣籌呢 籌來籌去都是籌到百多萬一 還欠一百萬怎麼辦呢 誰知道當年蕭先生和蕭若元 竟然願意借一百萬給Kent哥 所以Kent哥說他永遠感激蕭先生 永遠都放在心裡 因為蕭先生其實沒有這樣的義務去借給他 只不過蕭先生知道他等錢花 竟然無條件立即借給他 Kent哥還說很難得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因為其實對方也不知道何時可以等他還錢 當然 Kent哥用了很多年 去到96、97年的時候 把所有的錢還出去 現在說回他和張偉健那時候 張偉健要他還錢 原本打算這樣還算 蕭先生說不是 既然找律師來的話 你也很正圖地和他 計清計錯的數目 免得有守備 當時張偉健那邊 找了一些auditor 在這裡檢查數目 誰知檢查完之後 打算這樣還就已經可以了 誰知當時張偉健就說 要留一個追數期 萬一如果檢查到還有一些數目 還沒有的話 他要有權追回 Kent哥當然不肯 你也找了auditor來檢查 還想搞什麼 後來給張偉健找auditor再檢查第二次 所以可以說 因為這件事和張偉健是接近反目的 雖然有些場合之後 大家都有見面 但已經不是以前那些關係 其實當年Kent哥有事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報道 還傳聞說 Kent哥找過法哥幫忙 因為當年他和法哥 都有一些交情 因為以前在TVB大家一起演出 之後有雙雙一起投身去拍電影 連Kent哥成名作何必有 法哥裡面也有演出 但傳聞說法哥當時有些理由 沒有借錢給Kent哥 我又覺得有些事情 很難怪怪不怪誰 始終這麼大的數目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有人肯借出來 所以我經常Kent哥說 在那段困難的時候 他真的很感激他太太 密密支持他 又沒有抱怨 搞到有一段時間 Kent哥不得不回內地拍戲 另外有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有留意 Kent哥有在亞視演出 當時為什麼他轉向亞視演出呢 他說其實亞視給錢 那段時間是給得不錯的 起碼有幾萬元一集 題材又可以讓他選擇 所以我記得當時他在亞視裡面 也有繼續拍攝肥貓的續集 不過後來講到 為什麼最後他又要離開亞視呢 始終優惠又不是永遠 後來亞視又給不起錢 又不能讓他選擇題材 所以就離開了 另外 當年我記得 說劉德華也有幫過他 除了說 有借錢給他之外 但這個傳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一件事我就知道一定是幫他 推薦了不少工作給Kent去做 還有當時有可能 所謂借的錢 最後Kent哥是可以幫忙演出 劉德華那些電影 當作還債 所以記得Kent哥也有感激劉德華 始終圈中 不是每個人那麼容易伸出援手 話事的話 Kent哥現在都72歲 在影視圈 他都演出差不多有半個世紀 曾經演出的電視劇卡馬電影 都超過一百步 但近年因為說他 飽受一些糖尿病的困擾 另外還有一些三高問題 需要減產休養 所以大家記得 以前Kent哥是非常圓孤魯 但近年明顯是瘦了一點 而且應該瘦得很明顯 有時最誇張 早幾年還傳出Kent哥有死訊的東西出現 令Kent哥急急在社交平台上瘦了 證實他自己還上在人間 但見他最近在女兒結婚的照片裡 又比他之前更瘦的情況 現在又輕輕肥了一點 雖然去不回他以前最肥的時間 最好笑的是早前見一些宣傳活動裡面 Kent哥在否認他自己沒有減產 還因為說因為糖尿病多年 其實現在要多產才行 要賺多點錢治病 還說他現在還要向多些年輕的一輩 演員在那裡學習 學習什麼呢 是不是學一些新的演法呢 另外鄭德士說他近年其實生活都挺健康的 有經常去打保齡球做運動 很多時都是找他的球友 那有誰是這些球友 我原來是劉德華和苗球衛都是這些球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Kent哥很多時在TVB 有時又會出現一下 有時又會消失一下 其實在2006年他已經重返過TVB拍戲 那段時間拍了不少 例如金石良元、老友狗狗、情月商百善 古裝的又有盛世人傑、做王者等等 但到了2012年那時因為有些合約問題 當時好像跟高層有些衝突 所以當年那段時間Kent哥又離開大台 當然他沒什麼所謂 離開大台回到大陸 也有很多人找他演出 除了劇集之外 還有綜藝他也有去做 後來到了2015年又以自由身份 就回到TVB當時演出一套 火線下的江湖大哥 之後2018年那時又以暴頭認識 參與大台一些新劇 所以這幾年看到他暫時都有 例如在2019年那時又演出 《荷里活有個大佬千》 或者《使徒行者3》 據知他好像還有一套大台的電影 其實演出了還未播 這套電影其實是去年拍的 也挺新的 也是他擔正的 所以接下來還有Kent哥在大台演出的劇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電影去年也有幾套 例如《扎積爾》 或者是早前的《慈恆》 都是Kent哥演出的 好了 今天魚肉圈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魚肉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